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今天是2019年4月9号星期二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台股今天继续性的上涨 收盘是收在最高的位置 量人是比昨天还要再做一个缩小 那在这个位置的操作 如果你还是在单打独斗的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市场上最近的节目都在跟大家讨论 缺口的压力 同时跟大家讲会回答 但是这个行情一直看回不回 那投资朋友你是我忠实观众的 你持续得到验证 我们在去年11月20号的节目 跟大家报告 融资水位在地板上 我请你不要去放空 1月4号这个地方台股破底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 要偏多思维的一个看法 是不是有改变 破底的时候 人家跟你谈指数的背离 我是跟大家报告 你要去注意光通讯的股票 1月10号台股来到季线的这个位置 我跟大家讲 赏户还在等指数翻多 还在意这个大盘 1月21号跟你讲 震荡拉回找买点 我们节目持续信给你方向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领先市场跟你讲 这个结构正在做改善 多方股票加速超过空方 2月中旬 亚洲股市重挫 台股在半年线震荡的时候 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老师 在这里告诉你神奇操作 我把股票卖掉 我却是告诉会员 做多方向不变 所以这个方向 并不会一个行情震荡 跟大家做摇摆 2月18号跟大家讲 市场跟你讲 这个量的没有出来 这个量的没有出来 随时会反转 我跟大家报告 嘎空单嘎空手是不需要量 一直到最近 很多人持续性的在跟大家 讨论嘎空单跟嘎空手 其实我们在2月中旬 就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2月19号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的行情 它不会大涨 它只会慢慢用推升的方式 所以是不需要量人 所以你可以去注意 5G跟电动车 这整个相关的族群性 3月8号台股又呈现拉回的时候 5G电动车这个族群 我们一样没跟大家做摇摆 一样拉回的状况之下 我告诉会员 你控制档数 佐量去布局跟加码股票 这些都是一路信的 透过工具帮会员做追踪 3月中旬来到年限 我跟大家报告 散户一样在等指数翻多 还在意这个年限 那到现在 这个年限都已经站上去了 所以一路上 从去年11月份的 这个行情 签点的行情 我们怎么跟观众朋友做追踪的 但是这个行情明明这么大 为什么大多数的观众 一样没有赚到钱 因为你方向不确定 然后你短视尽力 你也没有任何的交易策略 这段行情 如果说你是选对波段主流股 相信你一定是获利丰收的 但是如果说你每天担心害怕 冲来冲去 相信你是患得患失的 3037星星这档股票 今天呈现了一个重挫的拉回 那这档股票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不管是网路 或者是电视节目 都在热门讨论的一档股票 告诉你星星点灯 但是投资朋友 当你看到新闻去追这些股票 或许可以让你赚到一根中长红 两根中长红 那如果说你是速度慢一点的 你在昨天才追进去的 那今天的这根黑黑棒 对于你来讲就会比较有压力 在一月份你就知道 有波段的行情 你懂得做低档去做布局 一路抱上来 今天的这个拉回 其实你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所以你还要不要维持上散户的做法 还是要跟着我们底部做进场布局 这在于你的决定 昨天我跟LINE的好朋友以及我的忠实观众朋友们提到 昨天量能放大 在最近来讲的话 你可以自己逢高减码一些资金的比重 你买股建议你去考位低档未来成长性的公司 这个行情我们没有看坏 但是这个指数连续性的上涨 随时的回马枪都有可能 但是你一定要先做好这样的资金控管跟防备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低档 未来成长性的公司股票名单 你可以跟上我们的系统 或者是投资组合的股票 比如说在3月21号节目 跟大家讲的3019的哑光 这档股票是我们从2月份 如同前面跟你讲 我们看好5G跟电动车 电动车的投资组合名单里面 就有哑光 而且当天的节目 我直接公开跟你分享 接下来的策略 你要去注意底部成长的公司 21号的节目跟大家报告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在 还没有攻上涨停板 在年限以下提前去找到 这种底部成长的公司 去做布局 所以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你要去复制这样的模式 年限下到年限以上 那3月19号 会员影音里面 会员就提前知道 哑光成长股票 在80块以下 所以这些公司都是提前做好准备 你可以轻松的上车 后续不断的带会员朋友 复制这样的模式 基于会员朋友 3月22号 25号去买 年限以下的公司 成长的公司 系统讯号在这里 后续突破了年限 高价会员朋友 27号 29号布局这张股票 在4月2号 大涨 也是突破了年限 这些的交易 都是在盘中 所以你去看盘后表演的节目 对于你的交易 一点帮助都没有 盘后节目去追强势股 在现在这个环境很容易受伤 所以你去思考 我跟大家讲的这些策略的方式 昨天节目告诉你 复制哑光模式的第三棒 4月1号在这里待机 又会没有去做布局 昨天连续性的上工 这是在盘中11点18分 昨天发给LINE的好朋友 LINE的好朋友 在4月1号都有收到这份讯息 这是我们带会员朋友 在盘下 当天在盘下 会员可以轻松的上车 狂收底部的成长股 昨天的节目上 跟大家讲这档股票 从这里买进连续性的上涨 昨天我是带会员朋友 去做加码的动作 今天是继续性的上涨 这是在盘中LINE的部分 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4月1号买进 昨天做加码 今天正式做喷出 而且它还有空间 它也不是小型的股票 它是有价有量的公司 透过底部策略做进场 所以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投资朋友你要的 你好好去做思考 你要在还没有发动之前 轻松上车 还是现在要去追热门强势股 昨天的节目跟大家讲 你要相信科学 你要透过底部的策略 这是我们3月份研发的新策略 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 它是不是一个底部 底部之后 我们如何在它快要发动的时候 去找到这样的公司 这个都是透过系统化的方式 帮我们挑选出来 然后我们帮会员朋友 做基本面的筛选跟研究 有机会的 我们就立即去做布局 所以今天的上涨 代表这档股票 是持续性的向上攻击 那如果说你是参加我会员的 你都会经过这样的教育训练 我们会在教育训练的影片里面 告诉你如何操作如何透过我们的系统 在这股市里面赚钱 所以3月份我们开发了新的策略 底部形态加上有走主身段特征的股票 当时用1527的赚钱 跟会员朋友去做举例 你是我忠实观众 3月26号节目上 我们是跟大家分享 在会员专区里面 3月26号早上9点12分的这份资料 里面符合最多条件的 就是1527的赚钱 当时的条件是不是比较多 然后呢股价在盘中呢在53块以下 你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可以去买进赚钱这张股票 所以你经过训练 你可以在我们盘中的 一个会员专区里面 每天你都可以看到这份名单 不同时段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名单 所以你有机会去提前布局赚钱 那你是看节目的 26号你知道隔天震荡 你也有机会买在56块钱附近的赚钱 所以看节目的忠实粉丝 我们都帮助你大赚 一直到礼拜三 清明假期之前 这档股票是连续拉出5根红黑棒 所以看节目都有赚钱的投资朋友 不要忘记帮老师 分享影片 帮我按个赞 那今天呢 你有没有机会复制赚钱的模式 2456的奇力薪 今天攻上了涨停板 一样在9点半会员专区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这份资料 里面就有奇力薪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在早上9点12分的这份资料里面 2456的奇力薪 当时股价在93块2 然后符合主趋四段的讯号的股票 其实就这四档 四档里面你挑出强势的股票去做可不可以 所以这就是符合当日讯号的个股 你有机会去做买进 那我在这里要跟投资朋友做提醒 我没有要你去买奇力薪 关于被动元件我们是看保守的 而是我们要告诉投资朋友的 如果说你是我会员 盘中该做什么事情 包括辅助你的系统名单 我们都会提供这样的部分的服务给你 那如果合适买的 我们就正式抠讯带你去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给会员的服务 所以你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有依据在股市上面操作 在于你的决定 那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你在YouTube上面帮我点选订阅频道 记得点选闹钟 你才会收到影片上传的通知 同时帮我按赞按分享 帮助你更多朋友 了解股市正确的操作观念 联发科跟金元店开红盘之后 跟大家分享这两档5G大股本的公司 我们分享之后呢 没有涨在做整理 节目上也是跟观众朋友讲 那没有在大涨的过程当中 拉回你懂不懂的去买 联发科你有机会买在250块附近 金元店23块多 你都有机会上车 会员朋友买在哪个地方 1月29号在封关之前 带会员朋友244.5以下去做买进 你可以对时对价 都有穿价 可以做成交 金元店子带会员朋友的布局 联发科带会员朋友的布局 2月中持续性跟大家做追踪 在这个位置 2月19号带会员朋友买进联发科 20.5以下去做第二笔的加码 当天收盘是250 绝对能够做成交 包括金元店子也是在2月19号 那一天带会员朋友去买进 23块附近的一个金元店子 所以这些股票 我们都在节目上 跟大家公开操作一段时间 在这一天我还跟观众朋友讲 这张股票我们一张未卖 255跟在上面的好朋友做分享的 3月19号附近的节目跟大家讲 293的这个点会过 但是观众还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 当天的节目我跟大家讲 你地表最聪明 很多人在这里跟你讲 他卖掉了 联发科 价差操作 神奇的操作 但是投资朋友 波段的股票卖掉 你真的买了回来吗 到今天联发科293的这个点 是不是过了 在昨天其实就过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 假设你卖掉 在这些的盘式震荡 你一定都不敢买回来 这是现实的操作状况 那如果波段的股票 你买好布局的包到现在 或者是赖了好朋友 你255块附近你去买的 到今天你一张都赚4万5 10张就是45万 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样的获利是不是丰收的 而且联发科它是大股本的公司 你可以砸很多钱 买很多张 而且好进好出 我们都是公开操作 这样龙头型的公司 那关于联发科的目标价 你想不想了解 这段时间你有跟联发科的 你都可以来找我们 金元电子4月2号 跟大家讲 在这里我们待会没有做出厂了 抗讯在这里 27.5以上 获利了解 你可以对时对价 那这几天都在27.5以上 投资朋友你看节目的 你之前在23块多跟单的 赖好朋友 观众朋友们 在这里你随便出 都出的比我会员还要高 那为什么出厂了 我们跟大家讲 没有看坏5G这相关的产业 我们是一个技术性的资金的调整 因为我们要去布局其他的股票 所以金元电子的目标价 你持有的 你都可以跟上我们 向我们服务人员做询问 所以在昨天的节目上 包括周六 赖了好朋友收到这份资料 我们邀请新的股票 从二估到四 如果最近你有跟金元电这档股票 你错过了金元电的 这档股票你不要错过 因为股价跟金元电一样 都是二十几块的公司 那从二十几块 我们预估有涨到四字头的空间 所以这档股票呢 底部做进场 而且空间比金元电还要更大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 我可以跟上这档股票的操作 4月6号的节目 跟大家邀请的 LINE上面都有收到这份资料 我告诉你 这档股票跟半导体IC有关系 而且它跟金元电子一样 有价有量 而且是底部 我们的底部策略系统的股票 昨天的节目 是不是跟大家讲 它是不是继续新的上涨 4月6号邀请你 昨天讯号转强 这是在盘中LINE的好朋友收到的资料 这是今天的走势 今天收盘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 从我们讲完昨天的涨势 跟今天的大涨 投资朋友 这个都还有上车的机会 因为空间很大 随时正当拉回 你想买你都可以买 所以这个公司我们会员都知道 我的影音也有讲 包括投资组合里面都知道 所以你有兴趣跟上这档股票的 或者是你现在有一些股票 你觉得你想要调整 不晓得该换到什么股票的 那这档股票 绝对是你现在可以优先考量的机会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02-8101-0630 忠实粉丝们 在操作上面 我邀请你 你一定要相信科学 你在这个位置 不要去乱追股票 你买软体上网学习课程 为什么不会赚钱 关键在于盘中 我们都有完整的教育训练 可以协助你 那透过产业面的选股 你才可以真正的大赚 不方便来电的 想了解这档股票的 你都可以透过 看影片下方的地方 有箭头点这里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这个连结点选进去之后 右边的申请表 只要帮我们正确的填写 送出资料 服务人会协助你体验 我们今天的会影音 或者是来电 询问这档股票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感谢中时观众收看 谢谢